大家好,我是马虹,我是爱多美的玫瑰大师,也是爱多美马力蒙无量中心的中心长。 中秋节就快到了,今天我们就告诉大家,怎么用我们爱多美的健康食材来制作好吃的月饼。 首先,我们把所有准备好的粉类都放入一个大盆中,然后呢,轻轻地搅拌均匀,加入牛奶。 再加入油,也是要搅拌均匀,然后我们把这个混合液呢,过筛,用力地搅拌一下,然后盖上保鲜膜,我们就可以放进锅里面去蒸了。 这个蒸制的过程大约需要20分钟,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准备馅料。 这里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白脸蓉馅料,然后呢,我们准备了咖啡。 我们的阿比卡咖啡呢,是成颗粒状,所以呢,您需要把它压磨成粉。 那么,我们就把研磨好的咖啡粉倒入白脸蓉馅料,用力地搓揉均匀。 普洱茶的馅料也是同样的方法,这样我们的馅料就已经准备好了。 那么,在我们准备馅料的同时呢,我们的这个外皮的面团也蒸制好了。 我们把它拿出来,轻轻地拿开保鲜膜,然后呢,我们就把这个面团分为三个部分。 我们把咖啡粉,普洱粉倒进我们的这个面团里面去,拖揉均匀。 下面呢,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外皮的面团和馅料呢,分别称重。 称重过后,我们就把它揉搓成一个小的圆球。 我们拿起馅料,放到外皮上,轻轻地用您的虎口向上转动, 然后把它放进您的这个月饼模具当中, 轻轻地压两下,不要转动。 然后再把它取出来,放到您的盘子里。 这样呢,我们就完成了月饼的制作。 我们就完成了月饼。